走进一带一路畅一下 中简合作共鸣的样满园区 体验这里的宜战式服务 节省的时间也节省的成本 办理手续来特别简单 走进西港特区的中国创业者 感受一段平淡有头人的跨国婚姻 小时踏实 过日子嘛 都踏实 铭静的小渔村里 品尝刚刚打捞上岸的新鲜鱼香 这个是好的 刚才松的市场 它刚才留了一桌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108节 西港人的特区猛 正在播出 西沙碧水 海风拂面 位于市郊的海滩 对于临海的西哈努客市人来说 算不上是奢侈品 从市里开车几分钟 就可以到这里来享受一下悠闲的海滩时光 一样的碧海蓝天 不一样的悠景闲适 使得这里也成为了世界各地游客 和背包客青睐的旅行目的地 能够决于国父西哈努客的名字足以说明这里的名望和地位 柬埔寨人敬仰的西哈努客亲王 生前曾长期致力于中简友好事业 如今延续着国父名字的西哈努客市 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下 又找到了中简合作共赢的新机遇 从西哈努客市出发 沿着平坦的坚普寨四号国道行车十分钟 我们就来到了距离西哈努客机场仅三公里 海陆空交通便利的西哈努客港旌旗特区 坚普寨人习惯在中国朋友面前 把它比作深圳特区 这里正孕育着极大坚普寨人的特区梦 我们今天一大早过来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园区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你看这样的马路修的也特别的宽 这园区的面积有多大呀 我们的园区就是13平方公里 那这个园区什么时候修的 我们在07年就开始建了 现在建好了吗 现在建了50% 还有50% 还有50%的卖油间 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是什么地方呀 我们后边就是整个公益区 就是这条路围级区 前面就是上一区 那就是这个路是一个分界线 然后再往前走去什么地方 上一区 商业区了 蒋克星告诉我们 西港经济特区是柬埔寨政府批准的最大的经济特区 是西哈鲁克省发展最好 就业人口最多的经济特区 也是首个签订中检双边政府协定 并被唯一认定的国家级经济特区 这里的总体规划面积是11.13平方公里 首期开发面积5.28平方公里 以纺织服装 五金机械 庆功家电等为主要发展产业 八年前还是一片荒地贪图的西港特区 如今已经成为中检产能合作的极具样板园区 很重要的原因是 得益于柬埔寨政府对园区的特殊政策 您说到这个一站式服务 它的内容是怎么样 一站式服务有CDC 有海关 有劳工部 有商业 在这里可以全部办法所有的手续 本来如果没有一站式服务 全部要到精品期待的 所以方便了所有的企业 那就是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成本 半年手续来也特别简单 您说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吧 第一个就是CDC CDC就是发展理事会 他们就是帮所有手续机关就在这里 还要对整个部门的观点 是在他 最高领导就是说 艺术长就是送给他 那如果说是 就是比如说他在中国是属于相当于什么部门 相当于中国的发改委 但是我看到现在有人在 把我们现在能进去吗 可以啊 走进一站式服务中心 中方和检方的工作人员 正在一起围入主园区的企业办理业务 那我能问一下就是 像您这个职务是属于什么工种呢 我们是交商人员 就是协助他们办理文件 因为企业他们老板过来投资 都不懂监狱 而且对当地的一些情况也不了解 我们就协助他们申请公司的一些审批文件 然后就是办理其他日常公司需要的一些文件 这些这个他就在办理一个免税表 就是在整个投资的企业 然后它的机器设备零配件 还有原材料进口都是可以获得免税的 但是在享受这个免税进口的时候呢 之前呢要办理一个免税表 免表的话 它就有两个部分组成 一个部分是简文版的这种申请信 就是对一个公司的基本的一个介绍 然后第二部分 就是这个什么 简文版的申请信 对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它的一个进口的名录 这个 它进口的名录 它在上面用英文 就是罗列出来它所需要进口的一些东西 然后包括进口国 从哪进来 对 从哪里进来 然后是新的 第二手的 然后这个是单位 然后这个是数量 然后金额 刘梅告诉我们 一般情况下 企业从注册到建厂 再到投产和贸易 各个环节手续繁杂 而西港特区的一站式行政副窗口 却非常便捷 检方的发展理事会 海关 劳工 商检 商业部 西哈鲁克省政府 都在这里设立了代表处 所有手续都可以在经济特区内完成 那现在接待的这种中国企业多吗 中国企业挺多的 那您现在是 就是说基本上面向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企业吗 对 在我们园区内80%的都是专门企业 尤其是一带一带推出来之后 然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这边考察 然后到这边回事 我看您现在好像是已经办理完了是吗 对 就在等着最后的选择 箱子也已经放进去了 如果办理下来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 因为这个企业是什么企业 我们是做太阳能组建的 那就是今天才开始办理这个一站式服务是吗 这个对对对 我们是今年就是刚好我们这个是去年申请 今年到起码一年一申请 所以说就是要重新来申请办理的 这个是每年要申请一次 对对对对 每年要申请一次 这一站文件是每年申请一次 那所有的手续通过下来的话要多长时间 这一份文件的话办理就期待大家在一个星期 除了在政策方面提供支持 在基础设施方面 金浦寨也为入园的企业尽可能地提供便利 对于企业来说 如果取得特区外的土地进行工厂建设 则需要平整土地 修筑道路 拉切电网 布盘水管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等等 这不仅要跑很多部门 而且需要一笔非常大的固定资产投入 但是如果入主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完善的西港特区 则完全不必为此担忧 正所谓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绝佳的软硬件环境和对中国一带一路愿景的信心 已经信了来自中国 欧美 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109家企业入主 接触的中国企业多吗 现在就是中国企业到这边来投资考察的都增长得非常快 现在入区的然后也是非常多的中国企业 他说就是从13年到特区来工作之后 然后接触了很多的中国人 中国老板 确实的体会就是中国人非常地友好 非常地配合他们的工作 也是一个非常有素质的民族 而且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中国人特别地勤劳 在特别地聪明 在工作当中那种勤勤恳恳的精神都感恩了他 园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西港特区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 就得到了中间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2008年2月 秦普寨首相洪森亲临奠基 2015年4月 洪森首相与习近平主席 在雅加达出席万农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时达成共识 要在一带一路框架内 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 运营好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未来西港特区全部建成后 可入住企业将达到300家 形成一座聚集10万产业工人 20万居住人口的宜居新城 西港特区也将成为一带一路畅议下 合作共赢的样板园区 走进西港特区的中国创业者 了解一带一路带来的新商机 海岸边的渔村里 感受一段平淡又投远的跨国婚姻 就像当年中国的深圳特区一样 从荒野滩图到高楼林立的过程 既会见证发展的奇迹 也会记录无数创业者的艰辛故事 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109家入住企业中 有94家企业 是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感为人先地选择西港特区 作为投资目的地的中国企业 在西港特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我们辗转联系到李嘉 专门生产香包的中国工厂负责人 富大哥您好 于宜您真的是太难了 这时间也是一二再再二三的改 我听说现在是出货是吗 这个明白你要装后归的 刚才你指的是这里面吗 工厂里面 而且我还听到有机器的声音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工人都是在工作着 工人现在都在改着 厂房是吗 您这样的工人可真不少 这种规模在整个园子里来说算是大的吗 中等的 中等吗 中等的 我们目前有330个工人 我看好像工人现在都是在这是赶货吧 对啊赶货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半成品来的 半成品 对啊 这是拉链 对一个拉链 这个一个大片 加起来 和好以后就成了这种 这种包 哦 这是一个小包 对 化妆带来的 这是做好的吗 对 这是做好的 这是做好的 对啊 全都是这样的小包吗 也不是 我们产品有十来种 有大的有小一点的 像这种是其中之一来的 富杰的工厂占地4800平方米 主要生产香包制品 他们的产品只销往日本 生产原材料 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运送过来 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啊 这种小水壁道 其实非常的常见 而且你看起来它的做工也很简 对 那为什么就是这种卖的这么好 因为我们这个 虽然说简单 但是我们做工精细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细节 我们都注意到了 每一个细节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提手的长短 是百分之百的 要一样的 没有不会有长短 还有距离都是相等的 大小尺寸 还有这个受力地方 全部都是加力的 还有从外观看 你看我们全部 做好成品以后 要去烫一下 那边是运烫的 对 运烫的地方 运烫以后 我们还要进过这个烘干机 烘干 所以烘干以后 还要放在这个验针机里面 要看这里面有没有杂质 像断针呢 什么东西掉到里面 特别有那些东西 所以必须要全部进过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 常说的一句话 细节决定成 对 就是每一间每一线 都要做到极致 对 你说的主要是销到日本 对 在那边卖的怎么样 那边 一个月 他们销掉 反正我们在这边 一个月大概做64万 64万 一个月就64万 一个月对 1980年出生的 傅杰老家是四川古令县 1999年 19岁的傅杰和许多年轻人一样 从老家南下闯荡 当时没有专业技术的她 在广东东莞 代理一年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后来自己花了80块钱 报了一个缝纫班 学成后 在家牛仔裤工厂 找到了一份工作 而就在她闯荡的同一年 1999年2月 金埔寨首相洪森正式访问中国 之后 中坚两国领导人 互访的次数日渐增多 2006年 中坚两国建立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2008年 西港特区点击 中坚关系的持续升温 和这位想要通过一番闯荡 改变命运的年轻人 产生了交集 2012年 掌握了缝纫专业技术的副节 孤身一人来到了金埔寨淘金 您这个工厂是什么时候开出的 2014年4月 那您也是2014年4月 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我说提前了 一个月过来 帮修这边工厂 帮修安装机器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工厂 放在园子里 因为怎么说呢 国内 国内那个人工成本 现在就是说最近几年就是上涨 然后结果在这边呢 有个优势就是人工成本 比较低一点 那放在这个工业园当中呢 放在工业园当中 现在像这个特区里面 各方面的方便呢 比如说清关呢 还有商业部办这些 所有的手续 那有那个驿站式官 也在一个特区里面都有的 比较方便 对 办起来也比较方便 傅杰告诉我们 他刚来西港特区时 这里的房租和人工成本 都比较低 当时工人的工资 才80美元一个月 房租每平方米 也只有0.8美元 同时一带一路倡议 在西港经济特区 落地后的税收优惠政策 更让傅杰看到了奋斗的希望 那您是怎么看待 这个窗益一带一路的 怎么说呢 用活动共赢 比如说中国目前 如果要开个300元的工厂 那么用 假如我们这个月 美国的基本价工资 导致在7万美金 那你在中国 要开300元工厂 7万美金是完全不够的 对吧 那你在这边的话 就可以养活300多多人 然后也把 结果在这边的 这个劳动力 把它利用起来 把它这个生活费都应该起高了 所以这也是比较好一个事情 其实就是免税这块 免税这块 就是说 政府有个三加三加一 就是说 比如说前三年 没有盈利的话 还可以免三年 如果再有三年还不盈利 那么还有一年 就等于7年 所以7年那种 这个税收是免的 即使到现在 税收的优惠 与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依然是很多公司 投资柬埔寨 入住西港特区的 两大主要原因 现在是在赶工阶段是吗 对对对 都是工程中的加班 那如果是不赶工的话 工程一般的日程 上班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四点半就下班了 四点半下班 对 早上几点上班 早上七点了 那如果是赶工呢 赶工加班加到六点半 六点半 多两个小时 对 那这个多少的时间 是不是也要支付他们 额外有那个 1点5的加班会减 现在附近的工厂里 有330名工人 只有三名工资高管 是中国人 剩下的全部都是 从本地批用的柬埔寨人 我听说你是这儿的图馆 车间助理 车间助理 那管什么领域呢 就管他们的产量 还有数量 还有质量 那是不是说所有工厂的工人 您都要负责 对 那你的华语 那你的中文怎么说这么好 我在学校里面学过 专门是学的中文 对 所以你的中文说得特别好 那你是华人吗 我是华人 第几代了 第四代 第四代华人 对 是不是当地的柬埔寨人 都喜欢到中国的企业来上班 对 对 很喜欢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就是比较细心 然后他们的管理方面就是比外国人好 是说管理方面比较远 对 那现在待遇怎么样 在工厂 待遇啊 工人是吗 对 工人 去年的时候 一个月一百多 一百多美 一百七一百八 但是今年他们的工资 一个月差不多两百 如果加班 算加班的话差不多两百 加班的时间长不长 不长 每天两个小时 自愿加班的 自愿加班 对 如果不加班的话也可以回去 对 不加班的话也可以回去 我们不勉强的 不勉强了 那像你呢 像我的话 也是每天上班十个小时 那刚来的时候待遇怎么样 是什么时候来的 一开场我就来到这边了 2014年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就是做主管 车间助理 就是车间助理 对 那个时候待遇怎么样 那个时候待遇 也是像现在一样 是一样的 对 大约有多少 五百多 然后有另外奖金每个月 另外奖金有八十块 大概算起来 差不多六百吧 富洁工厂里的工人 最低工资 也能拿到一百七十美元左右 而柬埔寨人每月的平均工资 还不到一百美元 相对满意的薪水 再加上八小时规范的工作时间 总是能吸引很多应聘者 很多人甚至脱关系 想到富洁的工厂里上班 但是无奈很多应聘者 没有专业技术 富洁就想出了一个 在家里进行技术培训的办法 帮助当地人解决就业 由于平时工作日 要在工厂里赶工 只有晚上和周末 才能腾出时间来搞培训 于是我们和富洁预好 晚上到他家里拍摄培训的情况 现在是当地时间晚上的七点钟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 就是离园区最近的一个村子 叫富藤村 这里曾经还是一个小渔村 据说只有十多户 而现在随着园区的工人 不断地增加 已经达到了一百多户 因为大家有的是在这租房 有的是直接在这安家 而富洁的家就在前面不远处了 咱们赶过去找他吧 走进富洁的家里 两台缝纫机旁 几名当地人正在学习缝纫技术 您现在在教给他们 要教什么 要学舰车进去工厂 要进去工厂 所以前期要去做培训 但我看你刚才在跟他们 说的是监狱 他们都是柬埔寨人吗 是柬埔寨人 他们全部都是柬埔寨人 那在进工厂之前 他们要学习的技术是什么 就是怎么教他呢 都要教他做什么 就是说好像才慢慢 才一点点 如果会拿到全部的话 可以进去工厂了 就是进工厂之前 还会有一个考核标准 就必须要把手上的功夫活 给做到位了 这些学员一般都来自附近的渔村 在西哈努赫市 除了西港经济特区 其他地方的工厂很少 所以为了能在西港特区 找到一份工作 很多偏远地区的学员 已来这里学习技术 他们在这儿学的话 是按什么算钱的 按小时 特别按天 按小时 一小时多少钱 一小时 切热 那就是和人币 大约是 七块五 七块五左右 那像他们什么时候能学好呢 要学多长时间 一般像快一点的 就要这样 多小时以后都可以去找工作 学两个小时 但是他们有的不都是 都学了两天了吗 有的两天 如果人多一点的话 他就要等时间 因为我的机器只有两排 能多一点的话 一个换一个小时 就一天就学了两个小时 所以这个时间就不够了 三四个人同时 在学一天 一个人就学 停下来 那大约学几天能够 多 最多的话 就是三天 三天 那三天的话 要多少个小时啊 大约 就比如说 他们要花多少的学费 才高养 三天的话 大概就花到 六块 七四十 不到五十美金 不到五十美金 那他们既然是来学手艺的 我觉得可能 是不是有的 家里也是比较的贫困 有没有那种 过来学艺 但是又交不上学费的情况 基本上 占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交不上学费 我来这边找工作 都还这么有钱 那怎么办 然后我就 先不收他学费 等你找他工作 在工厂发工去 后面就来 我就倒回来还也可以 让我们感到 有些意外的事 采访中傅杰告诉我们 这位负责培训的老师 欣宁 其实是父亲的妻子 柬埔寨人 这个家庭培训班的开板 就源于自己的妻子 那当时为什么要去做 这样一个培训班呢 因为我在这边 就是说老婆也在这边 然后小孩也在这边 所以就说看到他们 老婆的香蕉我去过 香蕉真的很穷 所以他们来找一份 要想找一份工作以后 很不容易的 因为现在工程比较少 所以要找一份工作 比较难的话 我就想来来继续 把他们交会以后 去找工作的话 就方便他们 我觉得您特别有责任心 而且非常的善良 就希望他们 还是有一份工作 有一份手艺 才能吃上饭 现在傅杰的妻子 除了在家打孩子外 就专门在家里 负责逢孕技术培训 傅杰则中心 负责工厂业的事务 说起这段跨国婚姻 腼腆夯厚的夫妇俩说 两人的相识 其实很投缘 那你们两位当时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当时那时候在工厂认识的 主要认识的有两年三年了 认识就很久了 就是后面确定关系的话 是2014年10月 就是两年之后 然后两个人才开始确定关系 那为什么那两年怎么回事 因为那时候 第一是工厂不容易 工厂的时候 都忙着办工厂 所以没有新宿产业 这方面 后面工厂稍稳定一点 家里面也很催 这个事情 因为说30多岁了 还不结婚 这个很大的麻烦事情 所以后面 因为他转业班 你看他人的还不错 他一个人转业班 还要做饭给工厅吃的 工人晚上没有 买东西买不到车 我看他人品还好 所以就找他 觉得特别的贤惠 觉得特别的贤惠 踏实 做日子就要多踏实一点 这是中国男人找媳妇的标准 那大姐您呢 您是怎么开上富大哥的 我喜欢他就是心里面 他不像别人 他是很好的人 怎么好啊 好就是工作啊 就是好像 怎样说呢 就是工作是不是比较勤奋的意思 就是在生活方面 就是看到别人 就不管有钱还是没有钱 就太开心 就跟他们讲话一下 不管他是有钱没有钱的人 就是说 就是对人非常地和傻 2014年开始在柬埔寨 设立工厂后 傅杰一家慢慢在这里 站稳脚跟 后来 他们花了4万美元 在这里买地 建了自己的房子 在慢慢融入当地生活的同时 他们的日子也开始慢慢红火起来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大众下 西港经济特区的辐射效应逐渐显现 傅杰家所在的普腾村 过去这是一个 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渔村 现在已经是一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子 来自其他省份 工作在西港特区的人 也过来租住房子 昔日的小渔村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收获的渔船边 品尝刚刚打捞上岸的新鲜鱼虾 口腔里全部都是鲜香的那种味道 传统作坊银 体验西港人的传统鲜鱼制作 已经煮熟了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108集 西港人的特区梦 正在播出 虽然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正在成为一片投资的热土 特区日益通过发展 车来车往日益繁忙 但是这丝毫没有打扰到 特区周围的宁静生活 海滩上炫雾的白色沙子 湛蓝纯净的海水 极尽天然没有污染 沙滩上 渔村的姑娘把各种小吃 顶在头上贩卖 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玩耍 这是西港边的本真生活 但这个地方 你真的是觉得它是个渔村 因为家家户户挨着海 朝朝小路通向海 我们在这个满路上走的时候 你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走进来你会发现 哇 这真的是太美了 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海湾是吗 是一个海湾 所以在这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船 有的是载客的 然后有的就是这种当地人的这种 小渔船出去打鱼的吗 是的 这个是属于载客去上岛去游的 去玩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的渔船 但是我们刚才走过的这条小路 这些渔民是不是共用这一个码头 就是大家共用的 这是共用的 对 共用的一个码头 那大概有多少户 像这一个码头 你看沿着过来的好几户 可能是一户这样子吧 哦 好像就是每一条小路 都可以通到海 这都是一个村子吗 都一个村 我们叫做第三村委会 就是多少的人啊 那个大概应该有几千人吧 都是以捕鱼为生吧 对的 对的 它是主要是捕鱼的 沿着西哈努克港边的海岸线向北 渔村和渔船场越发的多了起来 泰国湾靠近柬埔寨的水域产鱼量 大大超过再往西去的泰国水域 虽然柬埔寨人更喜欢淡水域 但海鲜的交量也很大 所以每天清晨 渔民们都会运回一川一川的鱼虾 傍晚时分 我们联系了之前的向导杨仁峰 请他带我们到西港边的渔村看看 这刚捞上来的吧 好像很多品种 这应该就是晒的鱼竿啊 你看上面都抹上这个辣椒酱了 那回来的渔船在哪啊 我们能跟他们说一声去船上看一下吗 可以啊 小心点 就现在这个时间你们是刚回来对吗 呃 背五年了 背五年了 都不拎我们吗 呃 都不拎我们 你整一边一拎就猫呢 那是刚刚上岸的 上马头的 这一拎猫就不拎到他了 这后到我们当病到猫呢 从12点就是一搜一搜的往上 那个收拾这些海鲜 一直到这个时间 一直到这个时间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从海里 呃 这个我的拎说人员是什么的吗 不这样 am fans 在这有一 drives 3 你要是哪身的 都有哎呆 什么都雙都是 他是从早上的这个早晨的时候 到现在才回安的 喔 早上出去的 对 几天出去的 对 没有 有 你好 就是 走了 我们 我们 下 是 大概是两点到三点之间他们上 那今天打捞上来的都有什么呀 它说大部分是虾 因为这个是网是专门补虾的 但也有一些鱼鱼和螃蟹 都很小 那些虾呢能让我看看吗 在上面 那您带我来看一下 船家告诉我们 我们来的时间不太凑巧 刚刚捕捞回来的鱼虾 已被周边的餐馆抢购一空 剩下的一些质量稍差的 就留着自己食用 两种虾 但是这个虾的稍微不是特别好 因为这个捕上来可能就一捞了 好的已经上市场了 这什么意思 钢煮熟 这是钢煮熟 这是打捞上来的吗 这个是好的刚才送到市场 它刚才留了一头 就留了一个 这么大 这么大 我明白了 就是我们看到这种小虾 就是他们认为不合标准的 不太好的就留下来了 像这种个头大的全部都送到市场去了 这种多少钱送到市场上 一公斤大概是五块美金 一公斤是五块美金 是 他可以给我吃 他说先送你一个 他说我煮了四刀 这个我不太会包 你能帮我包一下吗 这包一个地方呢 你看这速度 你看这速度 其实像我们不太吃海鲜的人 如果是包虾的话 那个时候很容易被扎到的 但是因为他们经常吃 所以很快速的 咔咔两下就打开了 包的那一瞬间 我都能闻到那个虾散发出来 那种鲜香的味道 这个煮的时候要加别的东西吗 还要加盐或者加姜之类的吗 就是摆开水 直接煮就没有下什么料的 非常好吃啊 太烫了 就是在你吃的时候 第一口你一定还是可以 先把这个汁水吸进去的 就是你吸的那一瞬间 你就会觉得 口腔里全部都是鲜香的那种味道 而且非常的嫩 陶海的渔民尽管辛苦 但是每天能尝到 原汁原味的新鲜海鲜 也算是一种幸运 虽然海边的生活有些简单 但是岸边的居民 早已熟悉这种潮起潮落的生活 每天从大海里收获的虽然不多 但是他们却很知足 刚靠岸的新鲜优质鱼虾 都被各大餐馆抢购一空 哪些剩下的小鱼小虾 当地运营除了自己吃之外 还用自己特有的传统方法 加工成另外一种美食 所以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 闻到那种咸咸的新鲜的味道 就是从这个地方传过来的 这样是快煮好了吗 已经煮熟了 已经煮熟了 所以是不是把它煮出来之后 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刚进来的时候 看到这样的小鱼干一样的 这个煮鱼 我看上面就有一层这样小小的砖 这个砖是什么砖呀 我们叫这个红石砖 红石砖 柬埔寨的首都金边的市民认为鱼如果不完整 就一定经过了太多加工 缺少了原汁原味 所以他们特别钟爱这种 经过简单处理的咸鱼 当地的渔民也说不清 这种煮咸鱼的加工方法 是从哪一辈人那里传下来的 只是知道 这样能将鱼保存的时间更长一些 这样煮完之后 即使没有冰箱 也可以保存一周左右 就是当熬煮一会儿之后 才能把这个红砖看得非常的明显 这个就是当地的砖 那如果是用其他的东西可以吗 其他的砖呀 它是用红砖的目的是为了把它沉下去 沉到这个水里面 才能煮熟 也可以换起它 只要能沉下去都可以 它其实就是一个重力的作为 把鱼压下去 是的 那如果说是把真鱼鱼 直接倒在锅里煮 可以吗 这本来就是 它说如果这么煮的话呢 它会把鱼的肉会散掉 就煮烂了 煮烂了 就不会这么整齐 那整个熬煮的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啊 这边的人的辣椒 因为前面 他能不能用 这边的辣椒 就会慢慢地 大概一个小 换完这个 十五 十到十五分钟 十到十五分钟 那很快 那是一直就是在下面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大炉子里 一直在生着这样的火 然后一直保持它的恒温足是吗 这样子都会煮烂 刚才说这个鱼它叫什么名字 这样煮鲜鱼 一般放入一百公斤的盐 可以煮一百五十框 大约一吨左右的鱼 虽然脉象看上去一般 但是味道却很独特 这已经变硬了吗 没有耶 还是有一点软软的 是不是这种程度就可以吃了 这能尝尝尝 来尝尝尝 OK 已经熟了 可以啊 尝一下 其实刚才我闻了一下 就是闻了之后 就有一种咸咸的 欣欣的味道 那你们吃的时候 大约是这种程度吗 是啊 来尝尝一下 哪个部位比较好吃 肯定是尾巴的比较好吃 尾巴的地方 你先 我来这个 这个内脏看着都还在呢 这个内脏要把它剃掉吗 没有 可能不会 它就剃掉了 它不剃掉的 然后就吃的时候 自己剃掉 那你们在家吃 也是这么吃吗 是啊 也是就把它剃掉 很好吃的 再加一下酱油 然后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都吃不习惯 因为你吃第一口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太咸了 超乎你想象的咸 但是当地人这个口感 就可能是喜欢泡咸 然后再加上一点柠檬 加上酱油 我很难想要那种味道 我们就跟西方 还跟那个米饭一起吃 对 然后就加点酱油 辣椒 柠檬 就更加好吃了 我发现这个鱼 特别有意思 我刚才吃的时候 还真的是口味很重 有点咸 但是你多咬两口之后 它在你嘴里 就会化成泥 软软的 然后你会觉得 一点都不咸了 很好吃 其实就是我们 普通老百姓 对这个鲜鱼干 非常的喜爱 我们这个通常 作为一个早餐的 一种用餐的一个菜 就是早餐就是吃这个鲜鱼 那其实就是当地的 一种小吃是吗 对 非常 就像这鲜鱼干一样 只要食物本身 新鲜五出 本真自然 再简单的加工过程 也会让它变得 美味异常 这就像海岸县边 西港人的生活 它有着西港人 独有的气质 一带一路畅饮 把西港人的特驱梦 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而在带给他们 新机遇的同时 却也丝毫没有打扰到 他们原先最本质的生活 有波涛的海绵 就有防范 防范连成片 连航不孤单 我等出院 用诗书相传 每一句都是 爱的起点 朋友之间 坦诚相见 有福同乡 有难同胆 感情在眼神 像丝绸一般 有一条路 在循环 带出心 穿越万水千山 千丝万缕 静静相连 就注定了你我 相见的今天 心就不停 再旋转 时间每一秒 瞬息万变 因为有你就没有他乡 因为有你就没有他乡 我们同在一个家园 将远 将远 远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市之组 乘坐直升机前往金普寨西部绳份歌功绳 俯瞰豆口山脉 道路的修通改变了当地人的出行方式 想去哪儿去哪儿